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家MD平台的动作游戏 尚未蜜裂 这款游戏几年前给大家录制过街机的版本 我记得当时使用的是鹰眼 一共四个角色可以选择 除了鹰眼之外 还有幻视、美队和钢铁侠 钢铁侠这个角色比较好用 他在空中可以向下发射射线 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跳跃攻击 压制性很强 这里是第一关的小buff战 激光人、克劳 除了世家MD版本之外 这款游戏还推出了超刃版 我个人感觉超刃版没有世家MD版的打击感好 而且小的时候玩的就是阶级版 还有MD的版本 用道具的是快银 加了20点的血 我录制阶级版的时候就吐槽过 阶级的版本 想要回血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投币 每投一个游戏币 加100点血 比他更离谱的就是 双结龙三代了 你需要投游戏币 进游戏的商店 买人物的属性招式等等 第一关BOSS战 驯风 来回撞他就可以 他想发动一招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但是被我撞下来了 游戏的流程一共是五关 并不长 加游戏版本的节奏 比阶级版要慢一点 虽然加游戏版本 同屏的敌人数量 有所缩水 但是通关的时长 仍然是要多于阶级版本 另外阶级版还最大支持四人联机 一二三四批 大家也爱看 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横版的飞行射击的版面 按住攻击键的话 会进入一个防御的状态 这里我没有使用连发 因为加游戏版本对操作 要求的更高一点 招式的判定 不像是阶级版 那样严格 感觉比阶级版本要硬核 这里被撞了好几下 打出了很多的回血道具 太分神了呀 勾引我 飞行射击的版面难度不高 游戏当中大概会出现个两三次 绝大部分时间还是一个轻版动作游戏 这里捡到了黄蜂女 这个黄蜂女好像是初代吧 占一个准安全位吧 黄蜂女是可以放出去的 水量一定要珍惜一点 不要浪 这是玩阶级版就形成的习惯 这里捡到的回血道具是回十点血 横板动作的时候 捡到的道具是回二十点 前方又是一场小boss战 打的应该是哨兵机器人 流程当中的小boss战还是很多的 弱点是头部 他的攻击方式就三种 发射拳头 随手臂 还有多项的激光 额头前面可以躲避他的拳头 还有激光 所以这个点 算是一个准安全位了 将其版本boss的招式和阶级版比 还是有略微区别的 阶级版发售于1991年 加弥级版发售于1992 可能是针对加弥级的特点进行了平衡性的调整 另外有些调整也是受制于机能 地面可投掷道具 应该也是变少 钢铁侠可远可近 远距离可以发射飞行道具 中距离可以冲撞 近距离可以跳跃攻击 他的跳跃攻击克制很多boss 第二罐的boss 镰刀死神 这个家伙有一个bug 等他发动钢铁的效果 他先钢你 然后你再钢他 就是现在 钢铁的时候 是吃多段伤害的 如果打点准的话 一招就可以把他的血条清空 这款游戏打boss太讲套路了 给玩家自由发挥的空间不是很多 你不照着套路打 那就很难 小boss巫师 离他远一点 然后使用跳跃攻击 进行压制 大概七八下吧 也就差不多了 纳摩 这是友军啊 水下的关卡 实际上也是一个 横满的设计 对面射的准不如我接的准 我清了好多敌人 不给我出回血道具 咱们这点血要用的通关的 那么来帮了个忙 我感觉他可以作为一个道具出现 玩家捡到之后 想放的时候再放出来 结果他就是在固定场景 发动一次攻击就完事了 小boss战 机械章鱼 我个人感觉 加级版本的章鱼 触手 比接级版要短 接级版我很大概率会被触手碰到 但是加级版本 我说在屏幕的最左侧就可以了 游戏最后打的boss是红骷髅 他搞了一个精神控制装置 组建了一个军团 这种阴谋咱们见的多了 是吧 最后都成不了 游戏的招式还算是丰富 这招跑动攻击需要一定的冲刺距离 另外ab的话是远程攻击 近身几拳之后还能够发动投技 本关boss满大人 这里可以使用钢铁侠的跳距攻击 反复进行压制 但是速度要快 手慢的话就会被打 转眼已经第四关了 第四关的难度突然就上了两个台阶 可能当年很多小伙伴 只不于此 倒不是说boss有多难 而是关卡流程当中的杂兵 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混合兵种 很多类型的杂兵 你单挑是没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把它一直压制 但是数量一多 就让人很难受了 我比较讨厌蓝色拿枪的杂兵 出现了一个 他跳跃起来之后就疯狂的发射子弹 小boss战 红坦克 这个红坦克是缩水版 机器版也是这样的 看起来也就比钢铁侠稍微壮一点 好像大部分的boss都是被我的跳跃攻击干掉的 偶尔也用一下地面的这些可投资道具 蓝色的这两家伙优先干掉 你和一般杂兵缠斗的时候 他如果在远处 发射子弹 那相当难受 第四关的boss战 奥创 奥创为什么要和 红坡罗联手 如果说奥创被控制了 不太现实了 打法就是先在远距离 吸引他进行远程攻击 然后跳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奥创编程的时候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五关 也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 最后一段飞行射击关卡 钢铁侠的红瓶子弹数量有着严重的限制 就像是鹰眼 积极版的鹰眼 如果你开连发的话 可以开得非常夸张 根本就不是弓箭了 那就是加特林 弓箭会在屏幕上形成一条直线 这里也有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打了好久 一个回血道具都没有 一会儿应该也能够捡到黄蜂蚁 血量是127 打最后这关应该够用 剪到黄蜂女之后 我就感觉这关稳了 起码这个板面是稳的 敌人数量好多 虽然没有拖慢 但是有了闪屏的现象 三个回血道具 前面就能够看到红蜂蚁楼的装置了 咱们要把它破坏掉 地地修在了月球 咱们有一说一 如果一个组织 有在月球建立基地的能力 那好像统治地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这个装置和阶级板不大一样 阶级板它是有被攻击判定的 先拆机器 钢铁侠这招 拆墙真的快 因为墙壁也是有类似于钢体效果 所以如果你有保持攻击姿势不变的招式 那就会造成多段伤害 这地方让我想起了忍者神龟 有类似于钢铁侠 交叉骨 一场小boss战 打两个控制者 找机会用跳跃攻击进行压制 已经干掉一个了 这招太好用了 强烈推荐 刚跳起来的时候 按攻击剑就可以 招式持续时间长 攻击范围还挺广 可以一次打到多个敌人 打交叉骨 DG版地面的雷是可以捡起来扔回去的 世家MD版我不太敢试 因为他这个东西爆炸起来非常突然 闪光之后很快就会炸 boss取量不多了 咱们的BGM就会发生变化 胜利再往 交叉骨扔飞刀的话 扔两波 然后会进入一个发呆的状态 来一个pause 在那等着挨打 还需要打一场杂兵战 这里的难度不低 基本上都是我比较讨厌的杂兵 开始boss战 红骷髅 红骷髅是两个形态 其实这里打的是假的 他的AI水平也不高 每次跳跃攻击都冒顶 然后被无限铁蝉烤 二阶段变身 变成了机械骷髅 我的血量有130 这样的话我就和他拼命了 不讲究什么打法 前面所有的boss都是按套路打 感觉不是特别爽快吧 没有为所欲为啊 冰雪的效率看起来还不错 打完 那好吧 这样一款世家mb平台的动作游戏 尚未秘列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